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很多人出门在外的时候 喜欢随手携带一台手持的电风扇 那除了有手持款挂在颈部的电风扇 更是逢你一时 走在街上呢随处可以见 人们手里拿着或者说颈部挂着小风扇 如果你也是携带式风扇的爱好者 在使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了 因为它可能隐藏着不小的危险 那日本尼奇市消防局就透露说 当地曾发生过电池损坏和过度的充电 那进而引发火灾的案例 从2019年到2021年就已经通报了40起这么多 所以日本国47起这么多 那所以日本的国家技术与评估的研究所 前一阵子呢就在社交媒体上传一段影片 来提高民众的意识 画面中就显示一个人体模型的颈部 挂着一个携带型的电风扇 过了一段时间却突然爆炸发生巨响 让大批的网友吓傻了 表示太可怕了 但是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那尼奇市消防局就解释 针对这类携带式电风扇 无论是手持款还是挂紧款 如果正常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掉落在地上 或者说受到强烈的撞击 那么里面的离电池很可能会变形而导致短路 要是继续使用的话 可能就会引发冒烟或者起火 最严重呢还可能会引发爆炸 因此如果使用时真的是不小心掉落的话 最好停止再使用了 万一发生冒烟或者火灾 那就太不值得了 那为了确保民众在享受清凉的时候 保障自身的安全 日本国家技术与评估研究所就建议说 选择产品的首要标准 是要确保制造商 进口商或者是销售商是可靠的 不要因为一时贪小便宜 而选择了劣质的产品 尤其是透过网络购买的产品 更是要多加小心 因为可能发生了事情 你想要联系厂商的时候 却找不到联系方式 或者没有下文 最后就这样不了了之了